犀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生物 美到了繁殖季节 雌鸟就会心甘情愿地 被雄鸟封进暗无天日的树洞之内 雄鸟则通过狭小的树洞口 来给雌鸟和幼鸟喂食 直到幼鸟成年离开巢穴 它到底是宠妻狂魔 还是个变态狂 为什么雌鸟要将自己封印在树洞中 关于犀鸟将配偶封闭在树洞中的原因 比较复杂 科学界也没有统一的定论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一下 第一 为了防止婚外情的发生 自然界里的每一种生物 都在为传递自己的基因 做着最大的努力 婚外情不仅发生在人类社会 在动物中也非常普遍存在 鸟类尤其更严重 并非所有的鸟类 都像鸳鸯一样忠贞不二 由于两性在繁殖过程中的角色不同 婚外情的利益和代价也会有差异 通过婚外情 雄性个体可以和更多的雌性交配 最大可能的传递自己的基因 雌性通过婚外情 可以从雄性那里得到更多的食物与照料 与更加优秀的雄性交配 也可以让自己的后代获得更好的基因 当然 婚外情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雄性而言 取悦其他异性 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雄性纵然增加了自己基因的传播代率 但是也减少了对后代的照顾 增加了后代个体夭折的风险 海王毕竟不是那么好当的 鸟类在结尾夫妇后 雌雄个体都是在设法阻止对方婚外情的发生 对雌犀鸟而言 将自己封在树洞中 雄鸟就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雌犀鸟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 如果雄性去寻找新欢 将自己和幼鸟不管不问 弄不好就会饿死一家老小 这种行为是非常不明智的 对于雄犀鸟而言 雌犀鸟和自己交配后才会进入树洞之中 这样一来 就避免了妻子红性出墙的事情发生 根据统计 雌性犀鸟出轨的概率几乎为零 犀鸟终身一夫一妻制 这对于鸟类来说 简直就是模范夫妻的标杆 第二 为了防御天敌捕食和其他犀鸟的入侵 犀鸟将洞口封住 避免了天敌的伤害 这极大的提高了幼鸟的存活率 犀鸟并不会挖洞 它们只会选择天然的树洞来助潮 由于犀鸟体型较大 很难找到合适的树洞作为潮穴 科学家在印度的帕克国家公园内 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 当地生活着三种犀鸟 分别是双脚犀鸟 花关皱盔犀鸟 以及搬关犀鸟 这三种犀鸟选择潮穴的特征 都是一样的 这几种犀鸟都喜欢在树洞内助潮 不过 在森林中 是和犀鸟繁殖的树洞非常有限 犀鸟们没有合适的树洞 就无法繁殖 没有找到树洞的犀鸟 就会去入侵和抢夺其他犀鸟的潮穴 找到树洞的雄性犀鸟 不仅需要养育此鸟和幼鸟 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防范和驱逐入侵者 还不时需要使用泥土 来加固树洞的洞口 当然 被封在洞中也是有风险的 雌性犀鸟在进入树洞后 必须要雄性犀鸟来投喂食物 如果雄性犀鸟意外死亡 那么树洞内的雌性犀鸟 也许就会面临饿死的危险 它必须从树洞中出来觅食 这也导致树洞会被其他犀鸟占领 当然 幼鸟则会被扔出巢穴之外 如果雌性犀鸟没有被树洞封住 会不会出轨其他雄性 就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了 这个做法 真的是像极了人类